出轨回归后该怎样重建关系让日子越过越好呢 那我今天想要通过一个实际的我们的咨询案例 给你们分享一些重建关系的思路和方法 这个视频有点长 但是价值好多好多钱的咨询方法 今天免费给你们分享一下 记得点赞收藏起来 这对夫妻结婚有16年了 男的是前年出轨去年回归的 基本上就相当于他被发现过后就主动回归了 他来找我们咨询 是因为回归过后他老婆情绪特别大 对他的管控特别严 严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每天他下班必须要准时准点到家 稍微晚了几分钟 老婆就会让他开着视频 一直到他回到家 在家的时候 他的手机只要响了 老婆就会跑过来看 他的工资还必须全部上交 老婆还会去银行打流水 他每天需要的零花钱 老婆会转账给他 而且今天花了多少 剩了多少 他老婆还要对账 每天老婆都要检查一下 他的衣服上有没有香味 车上有没有别人的头发丝 这样的日子刚开始 他还是理解和愿意配合老婆的 因为他承认自己出轨确实是错的 他说看了我之前的视频才知道 出轨会给老婆带来严重的心理创伤 所以老婆一定会特别敏感 没有安全感 需要他的耐性和额外的补偿 老婆心里有坎才能过去 他说他既然选择回归了 就是想把日子过好的 既然他犯错在先 所以他愿意接受老婆这些情绪反扑 可是这样一个月两个月行 三个月四个月也要牙 也可以坚持 但是超过了半年 老婆还这样 他开始觉得窒息了压抑了 他感觉这样再下去 他就得得抑郁症了 而且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他补偿了配合了 也接受老婆的情绪反扑了 老婆还不见好 反而越来越控制他了 我们就分析了一下他回归的一个过程 发现了他们在回归时忽略了一件事情 所以导致现在的局面 而这也是很多来找我们咨询的夫妻都会忽略的 这样就会很容易 就算回归了 可能日子还是过不下去 或者过得纠纠结结的 那这个事情呢 就是老公决定回归 而老婆一下就同意了 接受了 跟两个人从来没有正面的去沟通过 男人出轨的这个事儿 这样就导致了老婆虽然再次接受了老公 但是满肚子的疑惑和疑问 比如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你对我们的婚姻哪里不满意 所以出轨了 他到底哪里比我好 你喜欢人家什么 等等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堵在老婆的心里没有答案 他只能猜测 越猜就越不相信老公 因为被骗了一次 他就会害怕被骗第二次 他心里的不安全感就会被无限放大了 然后就会不停地用各种检查监控 去确定老公这次是真的没问题 而且很多男人回归过后会觉得 我已经回归了 我的行为都在这儿了 就什么都不用说了 但是女人除了需要你的行为 还需要你嘴上表明一些事情的 比如我说的这个案例里的老公 他承认自己错了 但是从来没有给老婆说过 对不起这三个字 老婆这个坎就特别难过去 所以根据这些情况 我也要跟你们说一下 决定回归过后 出轨那一帮 如果真的诚心实意想要重建你们的感情 那么一定得做以下三件事情 只要坚持就能和好无出 第一件是承认对方的痛苦 不管你是真的承认 还是你内心无法共情 你都要在语言上去跟他共情 比如你可以说 我知道这件事让你受苦了 我知道我的行为让你感觉痛苦了 那第二件事情 对方想要跟你谈出轨的事情 细节的不要说 但是可以说适度的回答 或者模拟两可回答 特别是为什么会这样 真的有时候需要反思清楚 那第三件事情就是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 我就是猪油萌心了 我膨胀了 我现在非常后悔了 对不起我错了 第四件是最关键的 就是言出必行 说到做到要落实到每一件事情上 千万不要搞空头支票 你想想一个人受到伤害 不要医药费营养费吗 那同理你的补偿 你的一些牺牲也是他疗伤必备